好呀 再来看红米机第一波的预购呢 9分50秒 1万台就销售一空 而今天中午的12点钟是开放第二波的预购 结果更夸张了 只花了1分08秒 1万只的手机又全部都玩售 所以网友就说这真的是太扯了 你没看错 这真的跌破大家眼镜 红米机第二波预购 16号中午12点才正式开始 短短1分08秒 1万只手机预购一空 最近就是比较热门这样 要靠运气人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幸运 幸运 抢到的人直呼幸运 但是网路上也有人似乎火气不小 有网友说活动还没开始 官网就全面瘫痪是怎么回事 也有人直呼太扯了吧 更嘲讽1分08秒 网站管理员要贴出这张卖完通知都来不及吧 红米手机主要是通过网路门市来销售 所以节省了很多像店面的成本 行销的成本 对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会比较有难度 对于热情高涨的小米粉丝来说 几万几千台的产量根本就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这也让小米就背上了饥饿营销的骂名 小米大玩饥饿行销 尽管让抢购失利的米粉群情愤慨 不过现在看来饥饿行销成功席卷台湾首级市场 也让其他一线品牌大厂通通绷紧神经 但你现在就不知丁心啊